朋友们好,我是薇薇 今天分享一款猪肉的新吃法 做法很简单,时间又很短 只要在酱油里泡三天 那吃起来真的比辣肉还要香 小孩子都喜欢吃 快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买的是猪前腿肉 如果你喜欢吃肥一点的 也可以用五花肉代替 猪肉买回来以后,洗干净,沥干水分 如果有一点血水也没有关系 我们先在猪肉的表面涂抹上红糖 红糖和猪肉的比例是100克红糖5斤肉 涂抹好红糖以后,静置20分钟 20分钟以后,我们加入盐35克 同样涂抹均匀以后,我们加入15毫升白酒 白酒能起到防腐消毒的作用 而且能起到增香的作用 白酒越是高度越好 轻轻的粗揉这些肉 让每一块肉都沾满了白酒和盐 然后再静置20分钟 20分钟以后,加入生抽40毫升 25毫升老抽 如果你喜欢颜色深一点的 可以适当增加老抽的比例 涂抹均匀以后,我们把它转到一个干净的容器当中 摆放平整,肉皮向下 然后把碗里剩余的酱料都倒在肉的上面 这样我们就腌制好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冷藏3天 中间我们需要把它们翻面一次 三天以后我们可以拿出来晾晒 时间不用过长 太长的话肉就干了,就不好吃了 一般晾晒半天就足够了 看这个色泽,真的很像腊肉呢 做的多一次吃不完的话 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可以放很久都不会坏 接下来我们取两块,放在盘中 然后放入蒸锅 水开以后大火蒸30分钟 30分钟以后 关火,然后再焖5分钟 开盖,哇,好香啊 这个时候可以用夹子把它们夹出来晾一下 看这个色泽,多漂亮 看起来就好吃 真的很诱人 稍稍放凉以后,我们来切片 看一下,这样做的酱肉非常漂亮 色泽透亮 看起来像腊肉 但是吃起来比肉肉还要香 家里的大人小孩多爱吃 切完后装入盘中 哇,真是酱香味十足 喜欢也试试吧 我是薇薇,我们下期再见 看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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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